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望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这节是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的以德台样 柳西蘭 大家好 请记得like我们这段影片 最紧要帮下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浪费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 点赞 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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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今次回来 讲一讲黄丝的问题好吗 好啊 真的挺过瘾的 现在随着所谓的移民潮 或者很多人越来越多 突然间你看到她的Facebook 或者是IG那些 咦 哇 她们去了已经是外国了 一猜就猜到应该是英国了 可能拍着小孩 或者拍着一家大小 就说我们来到了 有很多开心之外 一定有新环境 也可能看到一种有少少旅行的心态 家长有什么低气压 有什么为了子女 很多不同的理由 很夸张 很夸张 有些人会觉得 我自己还留在香港 是不是有问题呢 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有些家长 我们一般的 会这样自问 每个人都去 那是不是叫做这么好呢 我不去的是不是叫做笨呢 刚才提到 除了一般的家庭 会这样想之外 其实 老师方面 他们自己都会有这样的考虑 是吗 这样 为什么 对啊 对啊 何解呢 因为其实有一些老师 我们看到今节节目封面 这个女的老师 你不要跟我说 她是18-22 绝对不可能 她说自己 教学生涯都17年 再加上她 读书实习 起码都三字头四字都应该见到 或者过了那只都不成功了 就是看到这样的造型 但是呢 如果一些老师 如果她毕业之后 实习完之后 都是直送 进了学校 没有怎么接触过这个社会 叫做真实的一面的话 某程度上 其实他们的心态 都是很单纯的 是的 再加上 现在他们所说 说见到社会 又说有什么港区国安法 又说见到很多不同的老师 都说因为见到政治 以及教育环境 急速变化 亦都说 哎呀 见到这么多人走的 就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压力 这样也有压力 这样也有压力 人家走 你自己还没走 就觉得 是不是问自己 为什么我还不走呢 是这样的意思呢 是的 他们有这样的怀疑 就会想 也会上网看 也会问人 或者想去什么网站 听什么YouTuber 也好 就说 哦 原来呢 有些叫做红线架 那也行 红线 什么红线 红线 红线 就会拘捕你 就会拘捕你 很多时候 现在开始 他们 黄丝 为什么会去到问题 那么严重 那么疯 某程度上 刚才跟我所说一样 他们 虽然有这么少年纪 但是 对于这个花花世界 充满着很多三刀两面的世界 其实他们不是那么认识的 所以对于今次所谓的反修例事件 他们 可能看到那些学生被拘捕 就会相信 真的好像那些人说到的 那么危险 事实上很多教师 从教育学院毕业之后 就一直留在学校 都未真正在社会上做过其他的工作 没有接触市面上的人 大部分接触的人都是学生 都是年纪比他年轻 比他年轻比他年轻 比他年轻比他年轻 而他一直以来 很多的老师都一直以来 一做做十几年 甚至乎二十年三十年 整个小的人都躲在学校里 究竟社会真正是怎样 根本都未接触过 所以那些老师也有点单纯 我觉得 簡直是疯狂 像我们看到封面的女士 他也曲解了教学商长的意思 他竟然说 学生圆满了他 成就了今天的他 你也很疯狂 应该是你去教化学生 你去教的 虽然说教学商长 那个意思就是 你透过教育学生的时候 对于自己的教育水准也好 或者了解到学生的世界是怎样 你这一个 你说是你的成长 那就可以了 你不是 我看那些小孩 如何抗争 他们在争取民主自由 很勇敢 原来你这样跟他们一起 那就死定了 是吧 那他的故事是怎样呢 他就说 他本来就在荃湾的中学上教的 那他教了教了 就准备要走 就说自己在今年的秋天 就要离开香港 要去英国 结束他17年的教学生涯 那很有趣 他说他自己的学校 就去到他住在新界的家 车程大概45分钟左右 他一走就走了17年 即使他17年来说 都是循环在学校和家之间 这样徘徊 他都不需要太多的社交 不用了 一日到客就上班下班 外部 住基人全部都是老师 都是学生 或者可能校长 副校长 等等 是的 成世人都是这样 其实未真的接触过社会 就会对社会有一个误解 觉得社会很多时候 应该要追求一种所谓的理想 在他们眼中 现实是很多面的 不是非黑即白的 我就发现不少的老师 有这种误解 觉得社会就是非黑即白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所以 正因为有这种看法的人 好像这位王老师 觉得 国安法有条红线 是真的有一天 会被他幻想出来的红线 压到他身上 压到他身上 到时候就永不超生 他就怕了这件事才走 还有很搞笑 他为什么会加入移民潮的行列 我也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亲身感受过 听他这样说 我觉得像人云亦云多些 大家不妨留言一起说一下 他说外界很多时候都藉着 老师的一言半语 或者叮咛的教材内容 抽出来指责 说简直断章取义 也说香港教育局甚至接受不具名的匿名投诉 只要有一个被投诉的个案 本身很保守的教育界 已经被骂得杯弓蛇影 老师有如惊弓之了 阿姐 你教了17年书 这件事一向都在 匿名的投诉 什么时候都可以 匿名的投诉 为什么有些家长 虽然可以这样做 但是他们未必会用匿名 或者觉得匿名没什么效 就是匿名 我谁知道你是谁 我找不到你 就算我是教育局 我真的做了跟进一件事 我都说不回给你们听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未必是个人都匿名 所以这个阿姐 为什么我一听她这样说 就知道她应该都是听回来 或者可能是看文宣 什么指责他们 什么断章取义 你就是断章取义 那你说是否老师有如惊弓之了 那我们可以回来 作为一个小小的投诉王 应该是叫被投诉王 那你问我呢 我怕不怕呢 我又真的不是很害怕 不知道怕什么 其实就是自己 没错了 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那就是投诉 不是 整天都有人投诉 不是 一个不是有几天有投诉 老实说 钉牌 就算要钉牌 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一件事 是啊 你自己就经公之了 你自己就杯公蛇影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杯公蛇影 其实不是很大件事 是吧 所以说老师去到打学生 或者跟学生有什么 或者老师在学校以外 有什么的罪行 那就会麻烦一点 就算老师在学校里面 跟学生打斗 也有时候未必会去到 那么大件事 会是没得混合的 试过有一件事挺搞笑的 可以拆开说一下 当你了 早上回到第一堂 你讲一讲书的时候 闻到这么香的 谁知道有个同学 竟然大无私仰 在吃糯米鸡 是糯米鸡 不是珍珠鸡 珍珠鸡 你都吃完两口 没错 那你就太离谱了 你整只糯米鸡弄到这么香 你完全就当老师无道 那不是我 那个学生又不是我 老师又不是我 那老师看到这么香 在教书的时候 你又会影响到其他同学 会来看看你吃成什么 因为这些糯米鸡 又有鸡翼 又有吃的 哇 看到你樽樽有味 那老师就走去 把他的糯米鸡 一声麻烦 把他一手扔起 然后扔到垃圾桶 那之后这个老师 就跟这个学生 有少少的口角 那这个学生就动手 那这个老师 到最后 有没有被校长去扎马 或者教育局 又说要钉牌 那其实都没有 是吧 就是这样的 那这个老师又说 更加可怕的是什么 他说 现在变成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寒蟬效应 老师会开始自己 搞自我审查 老师与老师之间 会建构出一种不信任 还说 当这个教育局 接受不具名的匿名投诉的时候 可谓叫做福贝受敌 你都神经病 神经病 神经病 哪有人投诉你 什么匿名投诉 人家就算有投诉 也要查的 无端端也不会有人投诉你 是不是 他怕些什么 完全就是 自己是吓自己的 这个人 是呀 很难的 你走去这样投诉老师 你有很充分的实证 教育局才帮你做的 所以 对于都没试过 一向这些投诉是很难搞的 是很难搞到老师 所以为什么人们说黄尸的问题 这么严重呢 就是这样的 你说所谓的自我审查 这些都是你自己的 这些是自我审查 他现在正在审查自己 事实上也是 这个真的是他在做自我审查 自己害怕了 其他人是不是这样 其他人没有 现在还有不少教师 在教书 很正常 一样活出真我 不过他也是不同的 他要做仓墓师 活出真我 对了 他也是觉得很不奋气 就是自我审查 你自己觉得有什么红线 人家问你 或者你问人 那红线是什么 不知道 很飘忽的 随时会纏着你 纏死你 像蜘蛛丝那样 纏死你 会的吗 他们说得这么夸张 他就相信 是傻的 他就觉得随时会这样 所以就要开始自我审查 他很搞笑 对于自己的离开 觉得自己不用再教这些新的公民及社会发展课程 有一个对于这些课程的不理解 他就说 令他觉得很侮辱 那就教这些 不 他觉得教这一科很侮辱 蛤 这样 是啊 是啊 真的 有什么侮辱 我都不明白 你照着科程指引是怎样的 你就照教 里面的内容 你不懂的 你自己都可以溫的 是不是 就是 就是 除非他不认同里面的内容 意思就是 其实他很不认同 所以才觉得很侮辱 否则我真的解释不了 他说自己拿这个工资 应该在社会里面积受尊重 他说 你现在叫我 只是叫那些学生 只是死背书 有没有搞错 我接受不了 侮辱感太强了 有哪个学生不是背书 不用背书 你说我知道 神经病 所有老师叫学生背书 都是侮辱学生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你这么说话也有的 这个人都是 你早走早着 如果是这样的话 想起来一遍 是呀 他说 看到这些国安法之后 身边很多朋友 一个一个离开 前辈是退的就退 走的就走 他说 本来也算是很乐观的 留在这里 不过 可能不行了 发现了 另一边的强大压力 加下去的时候 真的不是一个人能够抵挡得到的 他说他不要受伤 要适应一下 这个社会行不行呢 但又不行 他说扭曲了 选择 停一停 休息一下 这样 他说要疗伤 疗伤 疗伤 慢慢留在英国 慢慢疗伤 OK的 我不知道他伤了什么 老实说 自己制造一个 没有必要的心理压力出来 然后觉得这种压力很大 所以就远走他方 有另一个跟他差不多处境的 又是黄尸 他也是 都是一样 都是这样的 又是这样的 是 做教师做到这样 很化 后来就跟女儿一起去了英国 很搞笑 又说 认识很多香港来的家庭 原来你们是为了子女 是的 我们也是为了子女 大家围绕在一起 拿到很有存在感 这个黄尸很搞笑 他就唯有做仓 做仓 做仓 这样 再者 英国方面的工作经验 很奇怪 他觉得 你零的话就不行 你有了做仓的经验之后 他说 你有在英国的工作经验 之后 你再去其他地方 找工作的时候 然后就会再问你 你之前做过什么 后来都被他找到一间 在政府学校做助教 就是负责贴贴贴 也好 不过那间就不是一些 普通的学校 是专收难民的学生 差点说一句 就不是那么多主流的老师 或者主流的助教 他就愿意专门这些 叫收留难民的学生 因为怕他们有五湖四海 可能语言方面 有些听不明白 但没办法 能够 起码 人家问你 现在在做什么 就是在做教授 那种感觉都好 过做仓务 他说 都叫做学到东西 不过很奇怪 你在香港 这么有经验的老师 或者宁愿离开香港 就是怕一些你自己 或者很飘忽的东西 自己想自己的东西 或者自己都未遇过 或者未真正遇过 只是听人说人运亦云 你就说已经害怕得要离开香港 这些真是瘋得爆炸 为什么说是单纯呢 就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 我现在都想想想想 我都开始理解 为什么他要做仓务 才能活出真我 因为他真的未曾在社会上 接触过其他人 长期以来就是接触一些 小过他很多的学生 学生哥 当然不要恨我 因为你对着小孩 现在让他有机会做仓务 真的能够接触一些不同阶层的人 不同年龄的人 知道同事之间如何相处 所以他做仓务才能活出真我 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是值得恭喜他 还是怎么样 恭喜他 恭喜他 慢慢再搬一下 其他都可以尝试由仓做起先 你说我去到英国就不会有红线 恭喜你 是没有红线的 放心 红线你自己想出来才会幻想出来 本来就没有了 神经病 好了我们今次暂时讲到这里 祝他好运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